第四座王冠 这一次他首轮面对的对手双方职业生达就仅有一次交手记录就是大家正在看他2023马来西亚公开赛 这一次比赛从未交过手的双打一开始打的还是挺拉锯的 韩玉也是一名最长迈打的选手 而韩玉呢 从打法上来说 属于传统的搭掉王冠 战予通过往前攻破的变化 挖出高质量的往前球 比如一些非常贴网的勾兑角球 但这一次他遇到科兴网 戴姿尹在比较将至在7比6时 突然发力 腰端的落地 变化多变的久 帮他发起一波精彩的攻势 双方还是主要你拉掉为主 一波7比1的得分狂潮 瞬间就拉开双方的比分差距 这个感觉就是韩玉已经打得非常好 往前的变化 戴姿尹的武器固定 显然藏过更多 而且敌分的落后 让他心理上也背负着压力 相对于戴姿尼来说呢 韩玉还是下一名小将 所以打他小戴出现失误球时 给了他追分的机会时 他还是未能把握住机会 打出击的风格 这下场上也是 对量的这个结果 接着小戴在16比10的大幅度领先之后 双方都没有轻易地去进攻 而是一直在拉掉 脚都出击 就彻底放开手脚了 一口气连轮了5分 一切进击 韩玉能够在局间的时候 调整一下状态 以21比10 精松拿下第一局 不得不合 韩玉在实力上 女带后确实紧在着大局 这样能进入到第二局 第一局来说呢 这个 这个 而进入四局 韩玉又被小戴上来 就如一波得分小高潮 4比0的开局 让双方的比赛心理压力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说实话 韩玉的真实水平 确实不止这样 不管是面对斌达你 还是曾经在世锦赛 与安喜营交手的那一次 他的表现一度都很亮眼 这位年仅23岁的小将 比赛心里 还是很有任性的 在一个一般 这个 都很突然 一度也打出了 不少逆转好局 而且耐磨体力好 这也是他的比赛特点之一 所以 采屡屡被对手称之为韩三局 他强大的跟随能力 一直都是让对手头疼不已 机会 但若比赛一开始 不是那么费力的话 把他耐磨的特点打出来 甚至是在输掉第一局 还能死死挽救回第二局 将比赛拖入第三局的话 比赛场面 或许会有很大变数 别着急 要耐心的 这落点有点偏差 但已经获得领先的戴姿意 压根就不给他 任何拖沓的机会 虽然在十比五之后 被他连锥二分 确实啊 很多都是戴姿领的这个主动师 机会 但在十比七之后 又霸技通通了四连击 十四比七了 又整整是七分的流适 再连续得分 如果不打断这个 目前的状态呢 可能第二局也会很快结束 接着又连续极限底线的 头顶压制 让韩月很不舒服 已经来得及转身了 但是就是在 和太面初拍的角度 朝向的接外 机会 漂亮 韩月也只能强行反击 这样的话 双方就开启了一幕对攻大戏 我真的节奏给打出 打出来才可以 但大马公开赛的那一次 从一开始 他就太被动 比赛节奏 彻底被小代掌 碰在手里 结果也就造就了 一分上 一场一分 我又把你蹲回去 漂亮 刚才这个角度非常好 来到了局部的18比11了 感觉这个整场球 韩月都没有脱离这个戴字影的控制 再加上小代这个攻击 在场上就是一个控制于反控制 今天在场上的表现 确实 其实 比赛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没啥悬念了 啊 太急了 难道韩月 优强回到二分 竞技体育 为什么说成名要趁早呢 就是说对这个年龄的要求 还是非常高的 这样呢 就是非常可惜啊 我们的这个韩月